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是風濕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 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元醫生你好 Della你好大家好 現在在中國國內的時候 都出了一個中英報告 希望發展第三個健康產業 去做一個健康的管理 所以很多人都注重在健康方面 如何做得更好 我們經常收到在微信上 有一些資訊給我們 最新近收到有一份資訊 他的題目就是這樣的 叫做健康人體檢做CT 就等於被謀殺 其實這篇文章就是由 就是由一位浙江大學的孔德華醫生寫的 他就是第數字 是浙江大學生物技術學院博士 浙江省博士後健康委員會的委員 浙江省醫學會健康管理分會的委員 杭州高級幹部保健療養院特聘專家 而寫出這篇文章 其實在我們的節目當中 過往都時不時 袁醫生也提及過 健康的人做了太多無謂的施檢 其實都對於我們的健康有害 尤其是有輻射性的 所以我也覺得這篇文章可以 透過我們的網台 讓大家再加深認識一下 袁醫生不如你和我們分享一下 對於這篇文章 還有健康的人 真的要做這些體檢 做CT scan 這個時候 是不是等於這個作者 是會被謀殺這樣呢 相信大家都 起碼在我們的網台 我都不斷和大家分享最新的醫學 健康方面的發展 現在知道中國大陸 經濟發展是非常前所未有的 但是同時健康的問題 亦都可以說前所未有是嚴重的 中國政府過去 大家都知道 有中醫有西醫 兩個都是同樣 並存 並存 或者會結合 而事實 發現健康問題是越來越差的 很明顯 就算用目前的中西合璧 也好 問題是解決不了的 所以中國政府也有這個軟件 他知道我們要走第二條方向 不可以只靠中醫 不可以只靠西醫 要另外一個方向 推行健康 健康的方法 第三條線 就是用健康的工具 健康的慘義 你可以看到這位浙江大學的博士 他都是屬於這些健康小組 全都是健康委員會 這些文章都是大概2017年 好像12月11日 就是最近的治療 文章很驚人 健康的人做體檢 用CT等於被謀殺 其實我們跟大家都 過去一直都有分享過 很多的檢查 是要謹慎應用 不是說什麼都做完之後 就會好完 而很多的事件 根本是無謂和危險的 其中也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Jio X光 Chess X光 以前都是很流行的 上班、上學、上大學 看到他做的 這是一種健康的人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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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香港已經很多人質疑 但是很可惜 香港這方面還非常非常落後 因為他發現 你每次做乳房檢查 其實你增加你的乳癌 風險是1% 如果你說經常去做的時候 比如你做10次 增加10% 乳癌已經是一個女性的第一大殺手 所以這些檢查方法 其實大家要認清楚 要謹慎應用 不是就是 真的有需要才去 察覺 或者有很大的疑問 才需要去做 但是很多時候 現在只是做一般第一線的檢查 我們叫做C檢 很好的人去做 這是絕對沒有醫學上的根據 CT也叫做Cat Scan 相信很多人都聽過 Cat Scan是什麼呢 就是電腦的短層掃描 其實是用X光的 X光不是直接一張照片 透過身體就算 它是一層一層的幫你照 很明顯 這些看到是很清晰的 一層一層的整個身體 腦部都可以說是3D的形象 一層一層組合來 就像是3D的了 你可以看到 在軟組織或者骨裡面 有任何的差異都可以看到 當然這樣的照法 比一般這樣的X光照 它那個清晰度 那個靈敏度 差不多100倍 100倍 CT大概是1972年開始用 這個都是 都幾十年了 都50年 四五十年的科技 但是它也屬於 還有一種叫做非侵犯性的 電腦數據 非侵犯性的檢查 為什麼呢 它是不需要注射的 不需要注射那些物質 顯影劑 除了你要照顧頭的時候 你就可能要加進去 有時候注射有時候要喝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需要 很多時候 他們都很強調 這些CT scan 其實用的X光是很少的 等於做牙科檢查 很少的 經常都給人一種的感覺 它又不痛又不成 又不用脫衣服 就像說得很簡單 通常那些人就躺在一個 躺在床那裡 那個 scan 就是圍著身體 通常照的時候 就是要平靜呼氣 最後就用電腦 幫你組合回來 通常CT是最有用的 用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腦的問題 有時候你的腦袋 懷疑有問題 就是腦神經科那邊 會用得最多 會比較用得多些 亦都用在一些 懷疑那個癌症 在裡面的器官已經擴散了 你記住一下 這個CT scan 是正確的應用 就是用在一個腦袋的毛病 腦問題 可能中風 或者其他事情 可能腦的衰竭 還有就是用一些 所謂擴散 就是懷疑擴散 可能肺 乳房 膀胱 前列腺 肝 腎上腺素 臨巴結 脊椎 皮 子宮 卵巢 和胰臓 記住 是在這個情況使用的 其實不是一般的 施檢用的 不是普通健康人 去做個身體檢查 看有沒有 看有沒有 就不是這個時候 去運用 那個CT scan 是的 所以大家要很清楚 在什麼情況之下 在什麼情況之下 其實是不應該用的 是 好了 還有一個 叫做什麼呢 就是那個 PET scan 是 但是這兩個 通常他們很多時候 就會走在一起用的 是 先用那個CT scan 因為由七零二檔開始有 但是最近還有一個 就是那個 PET sc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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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叫做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也叫做 正電子發射斷層素描 用那個正電子發射斷層素描 好 那這個 這個 的 做法 就是 主要是 做什麼呢 是 看看你那個 身體裡面 有沒有一些 任何的 新陳代謝的 變異 記住一下 它 它 需要是不同的 那 還有 你是要注射一些 福有放射性的同位素 所以這個是屬於侵犯性 你要注射一些 是有 輻射性的物質的 所以 通常 做完了這些 這樣的 scan 你是不可以 因為你的輻射物質 在你的身體 所以你是不可以 接觸孕婦或者 寶寶仔的 記住 這是一種 一種 輻射性的物質 是注射下去的 OK 接著 這個 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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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的 儀器 慢慢 看看 你的身體 用養那個 身陳代謝的 那個 情況 它是看這些 看這些 的 當然 這個是非常之 王貴 一般 都是 慣用在 腦 和心臟 功能 主要的 應用之處 應該是 那些地方 好了 但現在你看到 一個現象 現在大陸 有出現一個 過度醫療的問題 每人都去 不愧小事 有時候 要針針 現在還有一個 興起的問題 就是過度體檢 大家有沒有聽過 很多人 組團去不同的地方 去做身體檢查 有的 有的 泰國早期 然後 日本也有的 因為一般人 都認為日本 那個科技 比較先進 一些 他們謹慎一些 但其實 它都是一些 過度的體檢 一現初是 日本 台灣 很多這些 體檢團 很明顯 這些體檢團 很多時候 都是做了 CD 很明顯 清楚一點 看真一點 當然 你懷孕一場 來到 不要少了 這麼先進的工具 很多時候 都會做這些 體檢 但這些體檢 其實是用 X光線 是一種 輻射性 你做一次 這些CT 等於 等於 起碼十次 普通的 空透的 X光線 我們叫做 Chest X-ray 很多人過去都 比較多用 最近 慢慢被人 越來越 覺得 沒有必要 所以 這些在中國 大陸 已經很難 其實很多 所謂 健康事件 檢查身體 那些 旅遊團 很多時候 都會做這些 事情 但這些在外國 是嚴格規定 只是用來 診斷疾病的 病人 就是 他知道有病 健康的人 的體見 是嚴重的 是被人禁止的 是不應該做的 所以 你在外面 我個人聽到 中國人 嘩 這些CT 那個 嚇慈共振 都在健康的體見裡面 那些人都覺得 嘩 有沒有搞錯 不可思議 當然 很多時候 我們為什麼做這些體見呢 目的就是希望 早些發現一些疾病 早些治療 是 都以為 即是及早治療 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問題會改善 大家都分享過很多次 其實很多癌症 所謂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不是你真的治療了 只不過癌症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的病 可能20年 你以前可能15年發現了 今天再多5年就沒有了 那早發現 可能你是10年的時候發現了 接著就過了5年關 以為是好 以為你是好 其實你是一樣的 其實那個過程裡面 其實都沒有真真正正 治療過你的 但大部分人都不明白 這是一個基本的道理 所以 很多人在說 就要早點做事 全面去做 做得多一些 然後 健康就會真的以為有保障 但問題就是 這是講中國大陸的現象 過度治療已經知道了 但過度的檢查身體 所以那個事件 那個體檢也是一個問題 為何會出現呢 中國最近 大加小行 都有很多這些體檢中心 開了很多間 當然是為賺錢 原來很多這些機構 就買了很多國家 國產的 二樓三樓的 B超 彩超 這些這樣的設備 那麼購買 很多時候呢 購買一些 就是三級 就是以上的醫院裡面 淘汰出來的那些儀器 例如CT 那個 那個核詞共振 這些 那因為三級以上的醫院 是發展得快 有不斷地競爭 所以不斷地整天換身儀器 那一般認了十年以上的CT 那些那個核詞那些儀器 都要被人淘汰 那就 就因為 如果你不扔那舊 你又沒有藉口買新 那很多時候呢 這些 由這些三級醫院裡面的 那些舊機器 可以用十萬 五萬 十萬 甚至免費 總之你幫他搬走就可以了 那很多這些所謂體檢中心 就 就為了賺便宜 就用搬運費 就把他搬走了 總之用一個低的價錢 那些人去減低自己的營運成本 就拿了這些已經是用了 被人淘汰的這些儀器 被人淘汰的這些儀器 被人淘汰的 就是三級醫院裡面已經淘汰 當然翻身一下 就查一下 那些人看不到的 那這些這樣的所謂CT 或者核詞 大部分的視頻已經衰弱了 圖像就未必清晰 很容易誤診和漏診 甚至乎是漏線的 就是一些輻射流了出來 對身體是危害無窮 那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那這些這樣的體檢中心 為了賺取利潤 就用這些很便宜買回來的CT 那個核詞那些 作為是用了噱頭 就推出給一些 做那個體檢的人 或者單位的 那當然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這方面的細節 那看到這麼便宜 哇就可以做CD核詞 以為開心到死了 那殊不知就為了這些 這些小便宜 其實就出現狡猥的健康 因為第一 它會漏了 可能創的診斷 也都是可能 因為它的錯漏 導致你真的有事 也當作沒事 可能最後連命都沒有了 那好了 那我曾經所解釋 CD是用X光 X放射線的 在檢查的10分鐘20分鐘裏面 你就會被X光線充滿射 所以 所以 如果你要 因為你要接受這麼大的X光 你要衡量 到底你值不值得去進行這些診斷 是不是 因為 在過程裏面 你的身體一定會有影響 你的免疫力會降低 甚至可以去到被人謀殺的程度 所以在西方這些國家 CD只是一種治療的檢查手段 在病人的檢查上 就不是一種健康體檢方面 好了 剛才所說 現在很多時候都在一起 那個PAT scan PAT 和CT 正電的斷層 和電腦的斷層掃描 通常都在一起 這個大陸的數字 就像PET PET CT 你做一次 等於一個正常人 三十元的輻射 你做一次 你說每兩三人做一次 你看看 三十元的輻射 一小時內 就接受 等於在日本福島核電站 流電的第二天 站到一天 你想不想想到 真的很嚴重 等於站一天 在核電站 站一天 好了 在中國2011年底 衛生部發表一篇文件 要求要規範 要規範用PET 和CT scan 為了保障患者的合法權益 他怎樣說呢 你用這些設施 你的檢查陽性率 就不能夠多於70% 意思是 你不要在100個人裡面 照來照去 只有1-2% 是有事的 即是濫用 原來一般醫院裡面的檢查比率 平均是不會超過2% 即是2%的人才發現有事 其中98%的人 沒有 快了一萬元 做一些誠實不必的風險 所以衛生署的要求 就是很簡單的 你用這個儀器 你要那個陽性率 檢查出的陽性率 是不會超過70% 即是你覺得真正有機會有問題 你才會用 是 使用的 好了 很明顯 這個PET CT 就成為一些暴力的 看見的生意 你會發現很多私家醫院都很輕用 那用在健康的人裡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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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地推在這些 但真正的專家 是從來不會支持健康的人 做這一類的 嗯 而做這些類的 PET CT的醫生 自己都不會做 亦都不會自己家人去做 那原因就是這樣 因為 在腫瘤的檢查率 是出來的比較低的 那麼 以前 他說國內外 國內外的相關統 都是1-1% 到2% 就是一般下 一般人檢查出來的 那 但是 近來 醫院做這些 PET CT的人 兩成就是普通的體檢 那好了 普通體檢 那你找到 有多少人 找到有惡性的腫瘤 是 比例是1.3% 嗯 但是很少 其中還有那個20% 就發現 有冠心臟 和其他病 那為什麼呢 那個 PET 主要的工具 就是看你的養份的用法 那所以 是應該 是適合用那些 心血管的那個問題 是啊 那所以 就同時是發現 在這一方面 那所以呢 就是對於健康的人 好好的好的的人 要不要用這些 PET CT scan 那專家的態度 就是 就是保守一點 就不提倡啦 但是你都不敢反對啦 是 就是免得跟自己 同行 打爛人的犯悔啦 沒錯 所以他通常都不會說的 那 那當然 這個是一個賺錢的工具 那他說在中國國內 那香港應該更貴的 那 我們 上海的統計價錢呢 就是7500元 廣州就是8000到1萬元 不等 那當然北京最貴啦 1萬到1萬5元 那 那有些中介網站呢 就說呢 影人團就可以 九次 這些這樣的手法 香港都好像要1萬5元以上 1萬元以上 是的 那很明顯 你看到這些數字 這些費用 讓一般人看到 很明顯香港也是走這條路 做一個普通的健康人的試驗 那為什麼呢 這個價錢呢 他說呢 他說呢 因為 用PTTCT的那個 營運成本很高的 入去一價都差不多 剩下2千多萬的人民幣 加上人工 維修 成本通常是 三千萬左右 那 當然 在醫院裏面 就病人多 那所以 只是說 2011年 一台PTT 一台PTT scan的收費呢 都成四千五百萬元 那一年就已經歸半 是的 那所以呢 他們很久要用 因為人多嘛 那些人都幾個人做 那很快就歸半 醫院裏面的用法 那所以 有位外科醫生呢 率先在微博裏面公開批評 這個PTT是被濫用的 那他們都說明呢 PTT不是做健康檢查的 體檢的 那這個已經之前有人說過了 那很多時候呢 如果你問那些醫生呢 你自己會讓自己家裡的健康的人去做 做這些PTT的體檢嗎 那通常答案呢 通常都是 當然不會去做 當然不會啦 那你可以問問你身體的醫生 你有沒有做過 如果你找一個體檢的地方呢 那你問那些人 你自己有沒有做過 那最大的問題呢 那最大的問題呢 就是這個風險呢 被隱瞞了 還有忽略了 那實際上呢 在PTT的異常爆火之下呢 從而言然呢 就往往呢 是隱瞞了這個風險的 那而那個PTT的安全性呢 一直做到質疑下 看看我的說法呢 2004年9月 一個放射醫學雜誌裡面 一篇文章指出來呢 他說對於在香港 在香港和美國進行放射劑量研究表明呢 他目前呢 用全新的PTT的掃描呢 接著呢 換作呢 是大量的輻射劑量呢 和有致癌的風險 那這個是放射醫學雜誌 本身自己說的 那 另外一個 日後來四月呢 在北美放射醫學雜誌裡面呢 就說呢 全新PTT除了大量的輻射劑量呢 還有會增加風險 好了 那接著呢 就說香港了 原來香港呢 有一個放射產斷學的主任 一個Pak Lang Kong 一個教授呢 那他就研究了 目前採用三種 目前主流用的PTT的儀器裡面呢 那結果顯示呢 他輻射的劑量呢 在13到32毫西区之間 就是這個單位 那 那 那 因為 因為這些PTCT有關的 癌症發病率呢 差不多是0.2%到0.8% 那 那 那 年輕人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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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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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研究的人的建議呢 他應該是充分的臨床理由之後才做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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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受风险还更加大 但问题是,几乎没有什么预约的网站有提示 他还有一样,他刚刚做完PETC检查的人 潜在放射源,因为他要注射那些复射 复射的同位数,身体里面是复射的人 成为复射人,短期间尽量避免孕妇和儿童有过多的接触 当然日本是一个最早知道广泛使用PETC检查的国家 这次最早是推揚的 有些所谓国际体检的旅游服务 这个服务也吸引了很大量的中国人 在这里进行这些体检 所以这些体检在日本国内 对于PETC检查的体检 争议都是非常之多的 最重要是看成效 你付出这么多,我叫做Cost Benefit 到底你付出多少,你的收限多少 他说这方面证据还不足够 根据日本国立癌症中心统计分析科的主任 遍野田根泰表示 他说目前PETC检查的主要是有一些医院机构的利益驱使 我们还要等更多的证据 就不会成为一种指南来推荐 即是他说他都是保守的 就是未知了,真正的治疗 但另一篇在年营07年 是阿泰流总预防杂志里面的论文 表现了更加负面的观点 他这个研究方面 他说用PETC检查对于50岁到59岁健康 日本人进行体检 他那个阳性的预测率只有3.3% 记住,他认为要用70%有机会有 你剩下3.3% 很明显在这个年岁 50岁到59岁的人 根本是多余的 还有另外一个国家 例如加拿大政府资助的非盈利组织 有个加拿大医疗服务研究基金会 指出了PETC检查的素描 不仅不能够预防癌症相关的死亡 也会带来患者带来风险 这个基金会的报告说 一个好的检查 应该具有异感性和特异性 什么叫异感性和特异性 这是一个原则来的 我跟大家分享过了 就是说你做任何检查 你要知道异感性 即是Sensitivity 这个是不是很敏感的 可以说出你这个 就是查得到 所以叫做异感性Sensitivity 还有一个就叫做特异性 叫做Precisivity Precisivity意思就是 你说是检查那样东西 检查出来是阳性 是不是真的等于那个病呢 这两个要求都很重要 就是你做任何的检查都好 譬如你做一次检查 就说你有这些这样的情况 接着你没多久 是再做 又说出的东西又不同了 就是他那个异感性是很差 是不是 根本是 就是整天都知道是不同的东西 那就是做到什么呢 所以这个已经是淘汰了 如果你发现这个异感性那么低 你应该就不应该做了 特异性就是Speciciivity 那就是说你有这些东西 应该是肝癌 例如肝癌 但你治了出来之后 你是阳性的 但是是不是等于肝癌呢 有时候不是的 可能有其他因素也导致 所以这两个的关键条件 是对所有的检查的仪器 我们应该具有的态度 就是要知道他 预感性高不高 还有那个突然性 对不对 那就是 还有错误率要较低 OK 那才对某种的预防 降低那个死亡率 才会有帮助 要不然就简直是没有的 好了 但没有任何证据表面 证明呢 就PET-CT scan summary 能够预防癌症相关的死亡 OK 我们看看过去 然后掃查过年类的PET-CT scan 效果的评估和多篇论文里面 这篇文章说 PET-CT scan 的数量 既不具有易感性 亦不具有突而死 这两方面都是不行的 都是不行的 但是他被患者大量大量的风险 还有包括不必要的检查 不如这些检查之后 就以为你有 其实是不准确的 那你就去跟进了 可能又去做那个Biox 又去做这些更加无谓的东西 那加上 过多的辐射的放射的暴露 还有很多错误率 其实是会更加制造过度医疗的机会 已经过度医疗的一个主要问题了 加上这些不准确的检查 更加以为你是有事 但是没有事 更加会令到你 又去做那个医疗 那这个是加拿大的一个非牟尼机构的结果 那当然了 我们也要用了科学道德的医生的看法 那这个是另外一位的 那他说呢 那一位消费 那一位消化肿瘤内科医生说呢 他说PETCT scan 在发现空腔的狀气 即是腸啊胃啊这些 病变的方向很多盲区 即是说呢 对这方面呢 其实呢 就不是那么准确的 不能够取代 取代那个胃镜和腸镜 那些是比较准确的 即是传统的胃镜和腸镜 对于按照这个 譬如腸啊胃啊有没有事呢 就更加比这个PETCT scan 来说是更加准确的 是的 那他说呢 这个有盲点 所以是更加 他也同志都说呢 一般健康的人是不推介的 其实上呢 那个PETCT的检查呢 不能够检查出所有的肿瘤 对一些所谓原发性的肝癌的诊断上呢 那PETCT的效果不好的 即是呢 肝癌是挺常见的 是的 但反而用这个呢 即是没什么用的 即是效果不好 所以呢 大家记住呢 那个胃啊肠啊 或者肝这类的问题呢 就是这个不是一个有 有帮助的工具来的 好了 那直接有些观点呢 甚至挑战了整个健康体检的必要线 必需不需要呢 他说对健康人进行这些经常性的体检 可没那么需要呢 那一位放射性的医生呢 在对一个财身 即是新世纪的一份杂志表示呢 他说PETCT scan 能够发现的是一个很小的肿瘤 但有时呢 即使发现都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这么小的肿瘤 那有些什么做得呢 是 即是没什么再能够再举身检查 好了 因为你知道了这件事呢 你就死定担心死了 那就是 我上次以前和大家分享 和我建议的本书 《药胃什么都不能吃》 那位作者呢 就很明显在大数据里面看到 那些人呢 本来是好的好的 但一发现呢 自己说被诊断有癌症呢 他的免疫能力呢 是立即是跌到90% 所以很多这些这样的 即是早期发现呢 其实是 不是等于你早期治疗 就会长了 反而呢 是导致你呢 是早死的 好了 那他说事实上呢 他说是 尽管那个 那个影像学的 那个检查呢 是进步神速 但是呢 判断是不是恶性肿瘤呢 是仍然都要跟随 另外一个所谓 叫做高标准的 那就是呢 要对病变的组织 进行病理的检查 那就是要割出来 做宝石 是 要看那个细胞 那他说 最后呢 虽然新的检查方法 产出不断 影像学圆续清晰 但是 是不是一定是好事呢 那你最终最终 真真正正的 就是所谓的 金标准 都是要拿组织出来 要检查 好了 那所以可以这么说呢 一般专家呢 对于PAT-CT 用在普通人群的 体检里面 是否定的 他说目前呢 他说很多癌症呢 都可以用一些 成熟 简单便宜的检查方法 而这个CT PAT-CT scan 是过于黄贵 以及有那么多风险呢 其实不应该呢 是 就是 全体人群呢 推动的 就是这个 是的 是的 那他说呢 这是另外一个研究 他说 就是 就是 每一个健康的人体 接受PAT-CT scan 是不是一件好的医疗的实践 就是 不是一个好的做法 那 全球最早参与这个研究 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有一位David Townsend教授 曾经对大陆的南方州媒记者说 他曾经在芬蘭里面 那个 在癌症检查中心参观的时候 他特意问那些 芬蘭那些 他用PAT-CT scan 使用的范围 那当时 芬蘭的 有一位院长教授 就说 他说 他不会随便使用 进行体检 是 他说 再有钱都没有用的 是 应该用其他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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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儀器检查之后 那医生认为 有必要呢 才应该做的 就不应该呢 很多香港很多医院都是这样的 去到之后 就差不多例行 是 那这个不是因为价格 是因为风险的问题 是 OK 在那个 荷兰国癌症研究 中所合合 医学部的专家 也都表示 他说 好像日本那样 做这些 BAT-CT的体检 可能一百个人里面 只能找到三个 为了找到三个 用其他93%的人 接受那个 复射的风险 是非常之不值得的 是 好了 那说一说 那个 到底是多高的 复射量呢 是吧 大家都会有兴趣 是 他用BAT-CT scan 检查 用的 那个显影剂 那个显影剂 一般是 放射性同位数的 Fluoride 18 Fluoride 18 Fluoride 18 那 按0.1 Mci 一个公斤的 体重注射的 计算量 来计算 一般情况之下 受检者所注射的 放射性显影剂的 那个计算量 是不会超过 10个Mci 的 嗯 那就是说 做一次全新 PDT-CT scan 的 福射量 大概 10-35 毫 西弗 那是什么意思呢 普通人每年 接受的天然的 福射 大概 是 1000-2000 微西弗 1000 微西弗 等于一个 毫 西弗 又等于什么意思 很难去的 是的 等于日本 福岛第一核电站 洩漏的故事 等级为5级 第二日 核电站附近的 1.1公里 福射量 大概是每小时 351.4 的 微西弗 那也很难 很难计算 最简单的比喻 就是全新做一次的 检查的 等于一个正常的人 是30年的福射量 一个小时 就全部接受了 亦都等于 在日本福射 在一个福射岛 核电站 洩漏的 第二天 站多成一天 大家如果知道这个事实 大家会不会 那么轻易去做这些 当然不会 在福岛核电站 第二天 就站一天 你做一次 现在事隔这么多年 有些人提起 日本福岛 都还是很害怕的 周边附近都不敢去的 但是如果你做一次 这个PT CT scan 就等于站在隔离 第二天 站了一天的时候 那你的吸收量 真是 所以 建议健康的人 那些体检 或者团检 对一般的所谓的体检 所谓的体检 是不应该选择 这些CT和核池的 但是如果是头部 空部 腹部等部位 需要检查的时候 是单行选择 到三级以上的医院 即是那些 有质素的医院 做CT 那就记住 你局部做 需要就做 就不应该全身去麻木去做 所以 在三级以上的医院 的CT或者核池 枉是比较最新 和最高尖精的科技的设备 清晰度会高 和用最大的限度 是避免误诊 和漏诊 安全可靠 和不会漏辐射的 OK 那这个就是 这位浙江大学的孔德华博士 就是放出来的 那其实这些的资料 我们过去 在西方的文献里面 其实是不断地有讲的 但是好处是 这篇文章 就写得非常之精识 很简单 所以我相信当然 有些人可能也有机会 在网上看到 但是未有机会看到的听众 我就将这篇文章的 重要的内容 就和大家分享 是的 就是大家做一个 就是我们也是讲 预防性于治疗 但是怎样预防的方法 是不是盲目地去做一些体检 或者是因应那个潮流 或者是那个 就是在市场上面推出来的 我们就盲目地去 去跟随 去做这些 这样的体检 检查分析 尤其是对于这些 PT CT scan 这些核磁 这些这样的 真的要大家 要小心一点 去想清楚 不要因为 以为一些 可能推出了 高科技 高科技 是的 我们要追上科学的 科学的 而反围张子的身体 还要搞租了之后 得不到保护性之外 反围还要有很大的伤害性 我最近还没跟大家分享过那本书 《若为什么都不能吃》 这本书是非常非常好的书籍 中文翻译了 所以价钱都很便宜 希望大家有机会 可以来我们健康店 可以买一本 好好的去了解 因为这个资讯 很多人的问题 虽然虽然虽然是无知 这些好的书籍 和我们这个网台节目 都希望给予多些准确的资料 让你们作为一个 精明的医疗的选择 是的 最换醒了的 大家可以再从而 再深入的想法 好 今天谢谢 多谢袁医生 和我们今天的分享 我们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